我明白了 您就是一句话 除了这位邻家小姐 别的女人我都不能娶 对不对 你总算是听明白了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身性懦弱 跟你娶一个 比较坚强一点的女子 也好继承我们的乡伙呀 我不明白 我娶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做妻子 跟我继承乡伙有什么关系 我更不明白的 但是我光要门美 和我的婚姻又有什么关系 难道说 一个女子就决定了柳家的未来 那还要我刘洋回来干什么 你大胆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林家呀 也是个大户人家 在衙门里呀 也是举足亲众的 你 将来 我百年之后 你也好有个依靠啊 难道为父想得不周全吗 父亲 我是个医生 我将来可以做个好医生 我干嘛要找个做官的当后盾呢 没有这个做官的 有你今天吗 有 一派胡言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直到你结婚的那一天 你就不准走出这个院 你要赶出去啊 我就打断你的腿 直到我没你这么个儿子 我真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看的 一天到晚的看 快点吃饭吧 你听见我跟你说话了吗 我瞧瞧 换给我 不还就不还 我再说一遍 还给我 不还就不还 就不 还给我 就不 林家宁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我再说一遍 还给我 不还就不还 我叫你想他 我叫你想他 你 你打我 从小我父母都没打过我 你居然敢打我 我知道 你喜欢那个丫尾小脸 可是他根本不可能嫁给你啊 我有什么比不上他 为了让你开心 我什么委屈都受了 你骂我 冷淡我 甚至把我的腿摔伤 这些我都不介意 一点都不生气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才满意你说呀 你给我走 离开柳家 永远不要再干扰我 好 我走 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可是 我还是很喜欢你 如果有一天 你需要我回到你身边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还是不会跑 我还是买到你身边 我看你了 我不行 妹妹 妹妹 欧阳 莫言 回来了 辛苦了 事情做完了 所以就回来了嘛 那你待会儿出去吗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是啊 好 今天我可以休息在家 凭日里我也太忙了 今天就忙里偷闲 听听妹妹跟我说说心里话 不过千万别跟我提金燕熙 那不跟你提她提什么 提燕熙的事晚上再说吧 不 妈 我现在就要说 而且很重要的 上次我去火车站送你啊 出来就看到了她 什么 我到上海的事你告诉了燕熙 好糊涂啊 妹妹 我到上海是秘密的 你告诉了她 能想象到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吗 我想象不到 我想燕熙她也不会在意的 她是个毫不关心政治的人 这点你也知道呀 今非昔比了 以后你千万别再和她往来 太危险了 我看不出来 她不就是结婚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以结婚就可以离婚 我还是可以继续我的追求 直到她回心转意 终归她还年轻嘛 更何况那个女人我也见过了 很是小家子气的 站在燕熙身边呢 也很是寒碜的 我说的危险不是指你们的交往 而是你们俩的关系 能直接影响到我跟金权的共识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我跟燕熙关系越好 你们之间就应该亲上加亲 更好合作才是呀 所以说了你也不明白 哥哥 你继续说呀 我到上海的时候 正好给你联系了 去日本留学的事情 我不去 我要留在北京 除非燕熙也去日本 好妹妹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燕熙已经结婚了 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的事 即使退一万步说 你跟燕熙又怎么地了 那也只能是个没迷没分的事 人家金家 是不会让燕熙离婚 再跟你结婚的 金家从他们老爷子那儿起 男人就是三妻四妾 你这么有志气 给人做小能行吗 当然不行了 要做就做大方 就是 说回来了 她就是离婚了 再跟你结婚 那也不成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我妹妹 岂能落到这个地步 天底下好男人有的是 金燕熙算什么 当初离开你 和别人结婚 今天又跟你若寄若离的 充其量 她也只是个花花公体 你跟她交往 其实是降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放不下她 好妹妹 听我的话吧 不要再跟她搞那些浪漫的感情游戏 好 回头我慢慢再跟你说 很冒昧地请你 谢谢你能来 几次和你见面 总是没有机会和你说话 倒是老天叶熙提起你 觉得我们共同点很多 希望和你交个朋友 味道怎么样 有点苦 咖啡不加糖 是很苦的 可是你那杯 是加了糖的 也苦吗 叶熙就爱喝加了糖的咖啡 而且她非得来这家餐馆 而我 却喜欢喝苦咖啡 苦尽甘来嘛 青秋 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我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 我要去日本了 我和燕熙 从小就是好朋友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吧 她一直对我 我希望你 也可以说是拜托你 好好地照顾她 她这个人就是粗心大意 而且还不懂得爱惜自己 而你 既温柔又体贴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怕我不能好好地照顾她 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很好地照顾她 对不起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 就不能在这儿陪你了 再见 快点开门 快开门 快点开门放我出去 少爷您就歇会儿吧 反正您怎么喊 老爷不会放您出去的 你快点开门 如果要是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自己来承担 我这当下人呢 哪来胆子放您出去 那你快点把我母亲叫来 跟她说我有话对她讲 钥匙也不在我手上 在老爷那儿 大少爷回来了 陪方呢 大少奶奶在屋里呢 小婉 来来来来 放这儿放这儿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有点急事 急事 什么急事 是不是舍不得你那些仪太太们呢 跟你说不清楚 你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现在小脸也回来了 你还想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把你瞎猜疑的毛病改一改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怀孕的人 你可不能让我生气啊 好 我这次回来呢 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和父亲商量 什么重要的事情 军政大事怎么跟你说呀 你的身子怎么样了 我要等着你问哪 孩子都生下来了 母亲已经带我看过产婆了 好像青秋也怀孕了 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 好好养身子 时间不早了 我要走了 多陪我会儿都不行 你又要干嘛去 没办法 我得去衙门跟父亲商量事情 什么 白熊旗也到上海去了 你这耳闻呢 还是亲眼所见 我只是听说的 青春时期 我们要去找回来 晚而卸了 我们要把茶盛飞在 找回来 可爱你的男儿 不要吃花 可爱你的男儿 你还真看书呢 废话 我这不是真的看书 难道还做给你看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早上 七爷说是要看书的 嗯 七爷 我有件为难的事情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怎么了 书钱了 还是犯什么毛病了 不是 七爷 上次 你让我把白小姐的信给撕了 现在 她又送来一封 继续撕 这 哟 怎么着 看来 你分明是受了别人钱财 帮别人做奸细来了 你这个赤里拍外的东西 哎哟 七爷 您真是太冤枉死我了 白小姐再三地嘱咐我说 七爷要是再不看这封信的话 可就看不见她了 下去吧 是 七爷 这就奇怪了 父亲 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了 一定有政府的高层 泄露了我们谈判的底线 可这事儿除了您和曾次长知道 就我知道了 曾次长我是了解的 父亲 我敢拿性命担保 我绝没有拿这件事情开玩笑的 郡国大使岂能儿戏呢 好了 不要再结识了 你现在不要成章 一切听我的安排 好 哎哟 你就别磨蹭了 赶快背车去 是 七爷 你吓死我了 怎么 你怕我死了 你自己脱不了干系啊 你知道吗 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 那么 你还是很在意我的死活的 是不是啊 当然会在意你的死活了 那我在你心里也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嘛 你告诉我呀 到底重不重要 你是不是现在 已经没有那种想法了 什么想法 看来 也真的没有这种想法了 我就放心了 你到底以为我要怎么样 你不是写信告诉我 说我们再也不见面了吗 我明白了 你以为 是我想不开要自杀 是不是 我已经尝过死是什么滋味了 不会再做傻事了 看来是我误会了 当然了 我说再也见不到你的意思是 我要出国刘洋了 出国刘洋 这么做梦吗 其实 我产生这种想法 已经很久了 总觉得自己 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应该有一种新的文化 来充实自己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你这么盼着我走啊 还催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看来你是计划好了 才告诉我的是吧 你结婚以后 真的改变了很多 似乎 也成熟了很多 你也平衡好多啊 难道我以前的性格中 有不平和的东西吗 如果真是这样 你们结婚的那一天 我是不是应该 大闹一番才对啊 结果 我还是为了你们的幸福 牺牲了我自己的感受啊 好了好了 我也不想多提这些事情了 省得你烦心 对了 你要去哪个国家啊 日本 东京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走 你果真是盼着我走啊 好吧 我明天就走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就改成后天走好了 先到天津 做船去上海 然后再去东京 看来 你果真是计划好的了 其实 我这次来 是和你道别的 因为今天太突然了 我连一个分别的礼物 都没有准备 那些都是小事 很有可能 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我想不会吧 我们都应该生活得很好的 但愿如此吧 会有时间回去送你的 真的 我说的话 什么时候变过吗 老爷的太太 少爷不见了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您快去看看吧 走回去看看去 去 老爷您看 脱地给卸掉了 哎呀 盈儿去哪儿了 你们都干什么去了你们 走 一定是去了总理府 你们赶快去 把他给我抓回来 等等 走 你们到了总理府以后 千万不要弄出什么麻烦事来 平平安安地把少爷弄回来 绝对不能懂他一个人航保 是 太太 怎么回事 江 大爷 柳家的人来找柳少爷 总理大人 我们真的不来春心闹事呢 金融 大爷 柳少爷到这里来过吗 柳少爷好像从这儿经过 似乎没有进来 什么好像似乎的 他到底来过没有 没有来过 送客 送客 春江 好 咱们走吧 好 好像是我们家的车 那怎么办呀 哎呀 哎呀 你怎么了 我的脚好像崴了 那小莲真的没告诉你 他去哪儿了吗 可能小莲去寻找他自己的幸福了吧 幸福 什么幸福 一定是小莲和柳春江 去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了 真不知道 是应该为他们高兴 还是应该为他们担心 可能我对小莲说的话 他都听到心里去了 我明白了 他们私奔了是吧 让他们去哪儿了 如果我要是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倒真想叮嘱他几句 对 是你到了这一步 只希望不要出意外才好 好了 我还有点印证 出去吧 就快出城了 春江 你别背我了 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 就快出城了 你快点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呀 我们先在这歇一会儿吧 看 我把你拖累的 走吧 行 行 你下了这么大决心 我一定要让你过上美好的生活 慢点 先点儿歇一会儿 小心啊 来 小莲 我不希望你受一点点委屈 如果要是我连这点力气都没有的话 我岂不是放弃了这番努力 辜负了你的心意吗 你怎么说句话来 就像细词一样 让人听起来 心里就暖呼呼的 好 你说的我知道了 非常感谢总理对全子的关爱 请你替我向总理表示十二分的感谢 改日 我还要登门去过 既然柳司长如此诚恳 我会把您的意思 转达给总理大人的 来人啊 赏 是 谢谢 刘司长 老爷 老爷 我们的人找到少爷了 找到了 他们在西之门外 发现了少爷和那个狐狸精 走 刘司长 请等一下 刘司长 这里边有金服的人 我是不是跟您一道去 走 陈姜 老爷 还要又没事 你大工夫人 赵云 你和他找到一个小区 你都拒绝了 快乐 为了 别批我 你让你来 속 plaint 总理大人要是知道了 跟我要人 这可就麻烦了 您老啊 就别分心了 把写莲交给我 让我带走吧 好吧 小莲 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你不要自作主张啊 金大哥 我这次出来 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不是为了什么荣华富贵 我要跟我喜欢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小莲啊 又走了 她把金家当成来去自由的宾馆了 一个什么不三不四的柳公子 弄得金家鸡犬不宁了 成何体统 你又跟我发什么牢骚 小莲跟柳春江走了 你心疼是不是 你生气是不是 你又叹什么气啊 我是说 你在家连个丫头都看不住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好啊 你这是怪我没给你守住了 你在外面花天酒地的闹还不够 二房也娶了 现在我的丫鬟你也要 你做梦去吧你 瞧你说哪儿去了 我这刚从上海回来 你还是 是啊 好不容易从上海回来 又遇到这种事 你多闹心呢 不说了 先睡吧 明天我就回上海 你要说你想看什么人 你就直接说 别给我找什么理由 这是父亲安排我立刻要走的 好了好了 你啊 早点休息吧 现在双身子 注意身体 好不好 cloud 'tory 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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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大 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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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73 00 Silver 大哥 比你嫂子强多了 干吗说这种万人话啊 大哥 晚香那边怎么样了 晚香我没怎么去 我害怕去多了 反倒是麻烦 说闲话的人肯定有的 不过 因为你是我弟弟 所以 我想也不会有人这样多嘴的 有时间呢 你去替我照顾他一样 放心吧 上车 小心点 好的 叶熙 秀珠 你要上哪儿去啊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啊 你要出国是吗 是啊 五哥哥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就这么悄悄地走 没想到你还是来了 一直说你要走的时候 我送个礼物给你 但是我还没有准备礼物 你要走了 在临走之前还能看到你 已经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 出去要小心点 保重 你也多保重 再见 我恨你 我恨你 天心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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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着急的事 您就说吧 七弟 我找你来 也没什么别的事 你看你大哥 转头不顾屁股的这一走 一个钱都没给我留下 还是前几天 刘二爷给送了一百块钱来 也没说管多久 扔下了就走 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人 哪儿不得用钱呀 这两天电灯电话又来收钱了 比一些人的工钱也该给了 许多天来 我只上了一次市场 真是不敢花钱 七弟 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别老让我这么着急了 七弟 你看 你们平时在家里打小牌 一天也给输个二三百块的 你看你这个大哥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他 他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你说他就给我留下一百块钱 这给我干什么用的呀 你笑什么呀 我说得不对吗 你是真会说话呀 说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就为个钱吗 晚上我给你送过来 这不也是你家吗 既然来了就多坐一会儿 姨妈 起茶 你等着啊 我给你拿点吃的去 你可别走 走了我可不高兴啊 别别别 不用麻烦了 其实话都说完了 没有别的事了 是不是 家里好多事等着我呢 我这也是抽空才出来的 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 告辞 你虽然是替你大哥做事 倒也说了几句良心话 难道你们还不觉悟吗 我反对你大哥讨小 我不是为了吃醋 也不是为了省钱 我是为了大家的体面 你以为不带我去 我就找不着那个藏娇的金屋吗 嫂子 您找是一定能找着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体面是吧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要不是为了体面两个字 我早都打上门去了 谢谢亲 不过现在看他们这个局面 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我干嘛还干涉他们 难道我放着现场的圣人不做吗 你看 你真是我的好嫂子 又贤惠又识大体 我来之前还在想 我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做错了 大嫂要说我 心里特别大块石头悬空了 现在今天这么一说 我心里石头落地了 你看 我真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我也不是什么圣人 我也不是什么君子 不过你要是我的好兄弟呢 你就得答应我一件事 事 嫂子 您还有什么事啊 我怎么觉得 我那心里刚刚放下去的那块石头 现在又低落起来了 你也不用害怕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你摆脱照顾你那位新嫂子的责任 我也没怎么照顾她呀 就是今天去了她那儿两次而已 她要钱 你们都已经把钱送给她了 此外还有什么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你和你的朋友 以后都不要去了 以免自己先让人家说闲话 难道自己家里人 回自己家里去 旁然还有什么闲话不成 难怪 你还想把她当自己家里人看待呀 我 你说像她那种出身 身边又没有一个人 你们来来去去的 人家能不说闲话吗 行 不去也可以 只是害怕大哥回来了 要怪我 来照顾不周啊 就麻烦嘛 那你不用担心 他要是敢怪你 你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办的 那行 嫂子 我不去了 还不成吗 昨天回来的那么晚 是不是又有什么应酬啊 一个必要的聚会 吃饭的时候听人说 柳家四处找那个柳春江 回家之后又发现小莲不在 我害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赶紧让金蓉跟上 还算她机灵 把小莲给我带回来了 不然真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呢 没想到你还挺会办事的啊 你才知道啊 那我要向你道歉了 光道歉就算了 齐少爷 齐少爷 少奶奶 小莲从昨天晚上回来 到现在不吃不喝也不睡 两只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屋顶发愣 我怎么劝着她也不听 少奶奶 您快看看去吧 去吧去吧 我先去看一下 好 怎么不听话呢 跟你说要吃点东西再睡一觉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日子还要过 你还可以重新开始 有些事情 你越是想让她过去 她便越是过不去 回过头去看 那一切就好像是一个梦 经过了一番曲折 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只是我跟春江 都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我们 我们 只是被命运驱使着 你也不能把事情看得这么消极 不管我怎么看 命中注定的事情 是早晚都会来的 不能够强求 也不能够异想天开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我这一生 得意知己足矣 我得了一位爱我 治我的柳春江 我觉得我这一生 都没有白过 小莲 你跟柳公子的事情 我真的很感动 可是 你要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啊 起床奶奶 您放心吧 我没事 我倒是担心春江 他心那么重 他忍不得 齐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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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静蓉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永远这样大惊小怪 齐少爷 老爷跟太太 在客厅里训斥小莲呢 齐少奶奶呢 也在 小莲 你起来吧 燕西 你在一边也听着 小莲 我们也是一个开化的家庭 不做那种霸道的事 你自己说说 你是怎么选择的 今天我想问的 是一句实话 爸 小莲她自然是想要 我问的是小莲 小莲 小莲 有话你尽管说 老爷会解决的 谢谢太太 也谢谢老爷 谢谢七少奶奶 到底是佩方把你调教的 知道些礼数 不要太迂腐了 你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绝不会难为你 你的脚不好 还是坐着说吧 太太 我还是站着说得比较好 小莲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 老爷 我看到你赞成七少爷 和七少奶奶的婚事 我是很受鼓舞的 我看得出来 柳少爷 是真心喜欢我的 可是我拿不准 到底应该怎么做 听了七少奶奶的话 我好像多少 明白了一些道理 他们对你说什么了 别的倒没说什么 不过有一处 我倒是很受启发的 我一向 都觉得自己 配不上柳少爷 一个丫鬟 都能这么敞开说话 父亲还能不让我 咳嗽了吗 让小莲说 老爷 七少奶奶告诉我 出身 决定不了什么 只要两个人 是真心相爱的 不一样的人 也可以生活在一起 青青 这是你说的吗 是的 好 小莲 你接着说 所以我就相信 一个人 是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也是可以 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只是看你 有没有决心这样做 所以 你就选择了这样一条路 好 小莲 你很有勇气 比好多孩子 还要有出息 但是 我不止一次地跟你讲过 燕心和青秋 他们两个人 相互喜欢 也没有采取 私奔的做法 你为什么做得这么绝呢 爸 我认为小莲的做法 是她率行而为 这样的勇敢是很难得的 所以 您不应该批评她 都这么勇敢了 天下还有真正的婚姻吗 一芬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似乎我也说不清楚了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 做出的事 至少有一半 我是不赞成的 但是 我也不想做出什么 反对你们的事情 作为家长和老人 我还是要不怕你们 烦地说一句 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圆满 不要太真心理 更不要伤家人的心 小莲 我还是那句老话 在你明媒正举之前 你还是我们金家的人 我想 大少奶奶 七少奶奶 和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 也希望有那么一天 你能把我们这儿 当作你娘家门一样嫁出去 小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